创业者一定要养成一个态度 你要爱上失望或者是绝望 就是你在进步的那个机会点 很多想创业的朋友会问到说 该放弃稳定的工作还是去创业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子 你要先质问一下 你现在是不是公司最出色的那位员工 原因很简单 当一个员工跟当一个老板 他的难度是天差地别 如果现在你当容易的员工都不是出色的时候 你怎么会有那一个资格去当老板 所以创业绝对不是因为你在公司 你混不下去的时候的一个选项 创业应该是你出色后的一个结果 好那你会想知道怎么样让自己出色 可以去创业 好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叫做虽然你现在是员工 但是你每一天的生活要把他想象你是有老板 要从老板的角度去看事情 好所以如果今天开始你练习了两三年 不断练习怎么样当个老板的时候 你很自然就会老板那个架势 所以员工生老板心是怎么样让自己出色最好的一个方法 OK那届时创业就是指日可待了